一些美西方政客和媒体罔顾事实,渲染炒作所谓中国债务陷阱,实质是企图制造离间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关系,破坏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合作,干扰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话语陷阱。 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有识之势是不会上当的。